好 住在高雄市鳳山以及鳥中區的朋友 今天應該有遇到多處路段大範圍的停電 民眾摸黑通行 非常的危險 整條馬路是一片七K 路燈是完全不亮 用路人通行相當危險 勉強靠著車燈 又或者是招牌燈來照明 而高雄這波無預警大停電 主要是在鳳山 鳥松等地區 這包括了文隆 東路 國光路 新富路 國隆路 等等多處道路 路燈是不亮的 初步調查 這個是因為鳳山變電所 路燈開關故障 在經過搶修之後 目前已經恢復供電